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地产投资所做的在本周末3月3号3月4号的两场座谈会 接着呢访问理财专家Sabrina Chan 她介绍一种非常适合大多数人的年金 接着呢就是股票扣印单元 我今天将要访问J梗 今天的节目流程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开始接受您的扣印电话 650-968-2000 650-968-2000 这个号码呢热信电话是留给想要对股票的问题 得到答案的朋友们呢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好 现在开始收听我们第一段 第二段的访谈 昨夜人生理财有道 Jenny Chan理财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 卓越国际税务和财富管理集团的副总裁 Jenny Chan Jenny她是国税局的注册税务师 国际注册财务顾问师 大学教育军财税规划师 百万元桌连续八年多倍 top of the table的顶尖理财师 哇哦 一个华人 拥有四大专业的财税执照 真是我们的骄傲 Jenny你好 Jenny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大家都在追捧投资比特币 赚到钱如何交税呢 好的 朋友们 国税局呢在2014年就裁定 比特币的属性呢不是货币 而是财产 也就是说从消费者到商家 从比特币矿工到服务的提供者 都算入比特币投资者的范围 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设呢 陈先生把钱呢 投入加密货币领域 有一天呢 陈先生兑现了这些币值 然后呢 突然有了一套价值200万的房子出租 但是在他的税表上呢 是没有反映出来的 那这种现象呢会引起怀疑 国税局呢是有权审查 拿他近三年的税务记录 另外呢 假设王先生呢 也很关注比特币 他去年呢 已从比特币交易呢 赚了150万美金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该如何上报比特币 和其他加密货币 投资的收益和损失呢 他用这些货币拿来买东西 该怎么样计算呢 如果呢 他在交易所的资金被报了 他应该怎么样上报呢 邀请来参加我们 本周末的财税论坛 好的比特币交税法则 正是我们物理看花 期待搞清楚的 听众朋友 杰尼她是NBA工商和信息管理硕士 国际百万元桌 美国税务规划委员会 和资产保护委员会的最高顾问 Alliance Life蝉联Top Producer奖 National Life蝉联全美第一的 三连贯最高荣誉奖 卓越财税 携手资深会计师和国税局注册 税务师理财师将在本周末 举办2018年报税解货 和投资加密货币税务讲座 免费讲座日期是本周末 3月3和3月4号下午2点 报名电话877-253-8288 877-253-8288 建议税改以后如何让财富增值呢 好的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税改以后 让财富借势借力增值的加减成储 财税的新思维 第一呢就是加法 加法呢就是极少成多 当然财富的极少成多 还有呢就是投资和税务知识的极少成多 第二呢就是减法 减法呢就是用一句诗来表达 就是为一消德人憔悴 一代见宽终不悔 意思就是一个人呢 对财务和税务知识的终身学习和坚持 首先呢我们要减少我们的负债 然后呢减少高风险的投资 还有呢就是合法合理的规划税务 第三呢就是惩罚 追求的就是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的效果 也就是说善于借势借力的思维 那让我们的财富呢三级跳 第四呢就是除法 就是要撇去那些坏的思维的习惯 还有呢就是税务的误区 朋友们在投资和税务道路上 眼界和胆量尤为重要 那机会呢并非时刻都有 如何在当前低利息的环境下 四两泊千金 如何抓住超低利息的金融杠杆的尾巴 做好稳健的免税资产保障 免税的退休收入和免税的资产全程呢 欢迎来参加我们周末的讲座 杰妮最近大家纷纷讨论2018年 是否设立公司比个人投资更合算呢 您的建议如何 好的新税感的对于个人独资合伙企业 还有有限责任公司和 抵扣是20%的经营收入 但是呢是有限制的 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也询问 是否需要把现有的申报 schedule一的房地产转到 LLC呢 当然每一种holding房地产的方式呢 是有利也有弊的 比如说改变房东产权 就会要重新房屋估价 那有些听众呢 担心前几年购买的房屋的 法牌屋的价格呢很低 那现在都增值两到三倍了 如果重新估价是否合算呢 那欢迎来参加我们周末的讲座 卓越财税 携手资深会计师和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理财师将举办2018报税新支 投资加密货币税务和2018加减乘除财税思维讲座 免费讲座日期是本周末 3月3号和3月4号下午2点 讲座精彩内容包括2018报税解货答疑 最新税法对您个人和公司税务的影响 比特币投资税务新税改后股票房产 资本利得和退休规划的影响 讲座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谢谢杰尼 谢出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期待在本周末的讲座见到您 在过去十多年 姚姚老师改良自好莱坞最有效率的歌唱方式 训练出无数的歌手及艺人 或解大家最常见的问题 高音上不去 低音下不来 中期不足 想重新调整您的歌唱方式 感受唱歌时就像讲话般的容易 即使是密集使用声音也不捣嗓 千万不要错过3月24号 在Santa Clara Studio One所举办的 灵魂体三合一歌唱大师班 座位有限 仅见50位选人 上网报名 Triple W Y-A-O-Y-A-O-DOT-COM-DOT-T-W 公贺以望瑶再度蝉联 Aliance Life Top Producer 万富比财本周日 3月4号专题讲座 欢迎您 税法更新 报税须知 一年计划 8%回报月月领 五年计划 不受股市影响 12%潜在年回报 七年计划 保证无下跌 8%潜在年回报 万王之王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由权威税务师 国际认可注册财务规划师 主讲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斐力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Nikimoto 珍珠 银润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鸡 宝博 宝格力等顶级品牌 汇聚 为致爱挑选 最称心完美的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sa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 408-983-2688 登上加州房地产杂志 2017年12月封面 以及2018年1月份月刊的 房地产经纪Kiki Joe 入行已8年 获此殊荣 他的强项在哪里 贯通贷款GMCC Trainer Mentor James Jean 介绍多家投资人 注资的大额贷款项目 请关注 Cupertino Office Open House日期 保险理财专家 Sanmen True 讲解Bank Fund 退休计划 请于3月3号 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 娱乐办台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 也于San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 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 最适合的保险 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连锁加盟顾问公司 Frenet 将举办两场 加盟商说明会 您有机会 跟八家不同的行业的 连锁商 一对一 了解他们业务运作 投资数额 加盟条件等等 现场有政府 非盈利机构 SBA及Score 提供创业资讯 及辅导 第一场 3月27 在拉斐亚 第二场 3月28 在Pala Auto 现场还有iPad 幸运抽奖 前25名出席者 将会获得 商业成功的秘诀 一书报名短讯电话 Liang 650-660-7837 650-660-7837 您是为合格的吃货吗 老赵川菜馆 推出新菜啦 麻辣细嫩的馋嘴蛙 麻辣滑润的脑花 老赵川菜 麻辣十足 正宗地道 满足热爱川菜的 吃货们 对美食的追求 老赵川菜馆 三家分店 Mounteview Summertail New Peters 欢迎唐食公司团购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弯曲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现在来访问资深理财顾问 Sabrina Chen Sabrina您好 Lini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三月初 非常接近公司报税的截止日 3月15号 以及个人报税 4月15号 大家对于自己的退休理财规划 在这个时候都特别的关注 今天我们就退休的方案 来请教Sabrina 听众朋友 Retiremen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life Not the end 现在的人寿命越来越长 民众对于退休非常重视 相信很多朋友 在这个时间对于自己退休理财规划 重新调整 年金一直以来是作为退休规划的重要工具 今天请到Sabrina 有一个新的年金计划 跟大家分享 她的电话是415-602-0347 415-602-0347 Sabrina欢迎你 Lini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乐 我是Sabrina 讲到退休这个话题 我们就马上会联想到有两个问题 一个当然是钱的问题 退休的时候 有没有够钱用 另外一个问题的就是护理的问题 Lini你知道吗 现在的长期护理很贵 多贵 多贵 对 就是好像在一般的普通的护理院 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每一个月的费用都要八千到一万以上 哇 对对 是吗 好厉害 是 那一年就得花个十二万 对 他妈妈已经在那个护理院八年了 如果你想 哦 我不去护理院或者是在家里面 现在目前也要三十块一个小时 三十块钱 才能找到一小时的好的护理工 也很难找到 嗯 对 所以现在 据将来的费用多少 我们也很难想象 反正只会比现在高 而不会比现在低 对 所以我们知道 不能单靠 social security 将来来退休 social security的钱 实在是不够用 对 所以现在政府也鼓励民众 去自己投资 因为我在 RSS网站上面曾经看到一个 一个段话就是 政府也鼓励民众 退休的时候 不能只拿那个退休金 也要跟自己的 saving和投资理财 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今天我想 带了一个新推出的年金 这个计划呢 它马上开护送 百分之七的红利 嗯 就像好像pension一样 可以做到终身 领取退休金 还有最棒的是 它的长期护理 可以 也有长期护理的benefit 对 可以双倍领取收入 怎么能双倍领取呢 比如说是 life income拿的是一万 如果用上长期护理的时候 是两万 OK 好 还不用平票报销 是 就是说 不是reimbursum的base 而是就直接开支票 给这个保险人了 对 intimity intimity 开货送百分之七的红利 保证lifetime的income 还有双倍领取长期护理 哎呀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计划 Sabrina 请你详细的介绍一下 好 这个program呢 是比较高的利息 而且是比较稳健的program 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功能方面 首先 新开账户送百分之七的红利 是在第一年哦 第一年一开货就马上送百分之七 举例说明就是如果放了五十万下去 就得到五十三万五的意思 对 如果在第一年里面 如果你的钱不想一次性放 你可以分开放 反正在第一年内 你的钱放进去 他都有给你百分之七 明白 哈哈 就是刚才 你举那个例子五十万的 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您是放了五十万进去 那七percent的红利 就立刻变成五十三万五的本金 另外的方面呢 另外一个方面是很简单 就从第一年开始到二十年 它每年都是七点二五的增长利息 这是一个固定百分之七点二五的增长利率 对 七点二五 好像跟其他的年金有点不同 哎 哎 丽丽你真厉害 这么快就可以听出来了 其实平常我们认识的年金呢 很多的计划 它的利率呢 通常是增长十年 十年之后就没有了 你说十年其实不 不是很长 对 或者有一些呢 它是高红利 比如说是开户 百分之十五 或者是百分之二十 虽然红利高 但是保险公司 offer的增长的利率就很低 哦 OK OK 大概只是百分之三左右 但是这个program显然不同了 除了开户的百分之七红利之外 还有百分之七点二五的利率 持续增长二十年 哇 那这个比其他年金的program要增长多十年 听起来这个是对消费者很有利的 那这个不是对保险公司就没有利了吗 因为保险公司 他已经计算过他自己的成本 然后如果时间增长的越多的时候 对cumination更加有利 所以保险公司愿意把他的profit 多一点拿出来跟消费者共享 对 没错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他还有一个长期护理的benefit 如果不幸生病的时候 用上长期护理的话 他拿的是双倍的收入 就刚才我举那个例子 比如说是拿的是一万 然后长期护理就拿两万 不需要长期护理的时候 就是拿一万 这个是举例说明 那么碰到有长期护理的时候 就拿两万块 我们平常申请的长期护理 也都要经过保险公司严格审批 身体健康不好的人不一定批准 这个长期护理的又算是年金的种类 福利这么好 是不是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呢 这个长期护理的就不用审批 身体就是健康有问题的也可以拿到 哇 现在看起来这个保险公司实在是 对于消费者这个时候要做成这单生意 他非常的鼓励 所以才会有这么优惠的计划 Sabrina的电话号码是415-602-0347 415-602-0347 Sabrina在你的经验当中 相信有不少的案例 希望你可以举几个例子 来跟大家共同分享 好的 没问题 我最近呢 有一个工程师客人 今年55岁 他就用他的四年EK里面的20万 low over到这个退休的计划里面 他为的是将来退休的时候 有一个终身的life income 和有一个长期护理的benefit 根据这个program呢 这个客人呢 马上拿到的开户的送7%的红利 就是他的本金20万 他马上就变成了21万4 嗯哼 加上每年呢 7.25的增长的利率 在第一年的时候 其实他拿到的 不只是7.25% 而是7%的红利 加7.25% 就等于14.25了 对不对 嗯 所以他第一年 他应该是 拿到14.25%的interest credit 哦 ok ok 所以这个7%的红利 事实上也是可以 发还给消费者的 对 20万的本金 马上变成了22万9515 哦 ok 他如果55岁 钱放进来 那他最好的scenario是 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拿钱 他比如说 他打算67岁的时候拿钱 他每一年呢 他可以拿到 2万4千039 嗯 这个是终身的 是lifetime income的 如果他用上长期护理的时候 就双倍 拿的钱是 不是2万4千039 而是4万8千079 嗯 好 比如说他67岁 他不想这么早拿钱 他想迟一点拿 比如说是70岁的时候拿 他会拿多一点 每一年呢 他可以拿到 3万2千102 如果拿长期护理的话 他是拿双倍 就 6万4千204 那他从67岁开始拿钱 每年拿2万4千039 如果拿20年 2万4千039乘以2年 乘以20年 就是48万780 如果中间不幸 他得了一些疾病 用得着长期护理 那就是2万4千039乘以2 得到4千8079 拿double income 4千8079再一共拿到这个年数 他要用到的年数 对 没错 你你 20年 他可以拿到48万 嗯 反过来 我们讲哈 如果他把他20万的本金 他自己每一年cash out出来 就是如果是同样是每年拿2万4千039的话 他的20万的本金只能花8年半 嗯 8年半就没有了 嗯 反而他把那个20万放在这个退休的计划里面 他拿的是终身 比如说20年他拿了48万 如果他活得更长的话 拿的更多 嗯 如果到100岁 他可以拿到79万 那他就outlive他的本金 而可以一直拿下去 对 在这种case的话 保险公司就输了 对 你说他20万的本金 最后他可以 一共拿多少钱啊 100岁拿79万 哦 OK OK 他能够活到几岁是谁也不知道 对 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言 活得越长 拿的越多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资深理财顾问 他的名字叫做Sabrina Chen 联络电话号码是415602 0347 415602 0347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不必担心 Sabrina Chen为您设想周到 五合一生前利益保险计划 帮您减轻财务负担 如患癌症心脏病或中风 只要医生诊断 就可以获得一次性的理赔 让您安心休养 令付储蓄功能7至8厘利息 让您退休无忧 预知详情请电保险顾问 Sabrina 415602 0347 415602 0347 MaxRail Cupertino 以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弯曲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ail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ail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deSteel MaxRail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ail Cupertino 请下Vila王408 307 5056 408 307 5056 恭贺以望瑶再度蝉联 Allian's Life Top Producer 万富理财本周日 3月4号专题讲座 欢迎您税法更新 报税须知 一年计划8%回报月月零 五年计划不受股市影响 12%潜在年回报 七年计划保证无下跌 8%潜在年回报 万王之王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由权威税务师 国际认可注册财务规划师 主讲888 835 06 98 888 3 5 06 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Sabrina你好 Lini你好 好我们今天讲的这种非常特别 并且对消费者非常有优势的年金的计划 又包括长期护理保险 刚才讲了一半 接着呢就要讲 拿终身收入达到的这笔钱 需要交税吗 那我们要知道对税务上面有什么好处 因为我们都很怕交很多的税呀 可以延税 因为他这个计划呢 是一个年金的计划 所以呢 年金是有延税的好处 我在这里呢 补充多两句 因为按照政府的规定 没有交过税的钱 做所有的退休计划的时候 你可以在59岁半就可以拿钱了 如果你想迟一点拿也可以 但是到了70岁 70岁半之前你要拿 不拿的时候 要罚款 对要罚款 这个有RMD RMD的规矩 因为政府说你都70岁半了 你还不拿钱 你要拿点钱用 所以他要强制性 你要拿钱用 不拿钱用了 它是有一个 penalty 很重的 50% 对 你拿的钱出来 你还要交税 反过来了 比如说 Ralph Iowa 已经交过税的钱了 就没有那个RMD的限制 以后你拿的钱 所有的钱也不用付税 明白了 那Sabrina 这是一个很大的杠杆 其实将来退休 是不可能单单靠 social security的钱来过活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湾区 一个生活的指数 最贵的地方 再加上现在人的寿命 越来越长 如果单靠联邦的退休金 我们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 对 没错 在2017年的时候 社安局有一个统治的表 达到65岁的人 预期的寿命 男生平均是84岁 女生是86岁 然后65岁的人 之中有四个人 会达到90岁以上 25%都会活到90岁以上 对 最近我也看过一份资料 是关于美国民众 在收入方面的退休金 我拿了一个资料 是跟我们矽谷高的收入 来做的比较 做一个比较 好 根据数据的显示 平均收入 每一个月 9166的人来讲 都算收入比较高了 已经超过11万的 社保的最高限制 工作10年的话 退休的时候 大概是1283 哦才1283 对10年 然后工作20年的话 退休金大概是2017块 OK 工作30年的话 退休金大概是2605 都还不到3000块 对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在南湾 一个比较高消费的 高生活指数的地方 一对夫妇正常每一年的生活费都要大概8万以上 这是最基本的了 对 所以 单靠联邦的退出是模仿去承担将来的费用的 政府也鼓励民众做一个退休的计划 就是做一个individual的退休计划 免得给政府造成太大的负担 他负担也负担不起 所以我们讲啊 越早规划 将来的日子越好过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再度把Sabrina欠的联络电话告诉大家 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善心 有道德标准 并且非常资深的理财顾问 415602 0347 415602 0347 Sabrina是没错 那么今天是一个很好的program 请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吗 好的 我总结了有四个特点 第一 7%开户红利 每年7.25%的增长利率 连续增长20年 第二点 由保险公司推出 有政府的监管 这个program呢 保本稳健 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第三 可以做到终身领取退休金 而且生病的时候需要护理也不必担心 有一个长期护理 马上双倍领取收入 可以帮助护理的开销 第四 人的寿命越长 你的收入越多 第五点就是有延税的功能 嗯 由Sabrina给我们讲了五点的总结了 那最后Sabrina还有什么语重心长的话要告诉消费者 最后我就想多讲两句就是除了这些终身的收入联金外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间比较有经验做联金的公司 我们还代理了有其他的不同的联金的产品 比如说有一些马上可以拿钱的不用等十年 就是今个月开库 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月就可以拿钱的了 嗯 还有一些比较短期的联金 比如说最近有一份新的百分之2.5 五年的短期的联金 有些人如果不想做长期的 做这些短期的也不错了 像好像银行的CD一样 但是比银行的CD那个利息高 因为现在银行的利息五年才1.5到2嘛 嗯好但是这个年仅五年的定存呢 是固定的interest位是3.25 嗯2018年报税季节开始了 如果你在为你自己400K Iowa 或者Roth Iowa等寻找更好的理财的计划的话 请与我们联络 我们的公司在Cupertino 我的电话是415-602-0347 谢谢大家 再重复一下Sabrina 他的电话号码是415-602-0347 415-602-0347 同时他工作的公司的地址是在Cupertino 希望大家跟SabrinaChain联络 除了介绍今天这一种有双倍的长期护理保险的Benefit的年金之外 还有其他的保险理财计划 希望大家打电话来跟他谈谈 看看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他都能够帮助到您 谢谢Sabrina 谢谢Lini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 近段广告 请继续收听 董燕杰SDR1地产实业公司 BrokerOwner 地产买卖 物业管理 贷款和重新贷款 董燕杰 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斯坦福大学校友 电话及微信650-867-1248 650-867-1248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不必担心SabrinaChain为您设想周到 五合一生前利益保险计划 帮您减轻财务负担 如患癌症心脏病或中风 只要医生诊断 就可以获得一次性的理赔 让您安心休养 另付储蓄功能7-8厘利息 让您退休无忧 预知详情 请店保险顾问 Sabrina 415-602-0347 415-602-0347 恭贺以望瑶再度蝉联 Alliance Life Top Producer 万富理财本周日 3月4号专题讲座 欢迎您税法更新 报税须知 一年计划8%回报月月领 五年计划不受股市影响 12%前在年回报 七年计划保证无下跌 8%前在年回报 万王之王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由权威税务师 国际认可注册财务规划师 主讲888-835-0698 888-835-0698 保险理财专家的7-2 讲解BankFan退休计划 仅于3月3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办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 欢迎您再度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一周股市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嘉宾 他是J梗 J你好 大家好 今天过了元宵节以后 我们就不能再说新年快乐了 现在还是可以 祝您在今年这个狗年呢 事实如遇 然后事业步步高升 也同时祝您 使元宵节快乐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听众朋友 我们这个单元是接受您的call in的 主播式的电话是6509682000 那这个可以call in的讯息 我们在7点钟就跟大家宣布了 今天收到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待会呢 还要劳假借来回答我们 那在礼拜五呢 美股是收盘涨跌不一 但是在通胀 还有贸易战的双重威胁之下 本周的美股还是下跌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四 打算对于进口钢履征关税 周五又称贸易战是好事 令美股承压 同时本周呢 新任的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先生 也对参众院 还有他的就职传言呢 都给大家认为 他加息的步伐会加紧 并且会加快 所以呢 这个礼拜 倒指是全面下跌 那首先看一下 今天收盘的成绩 倒指下跌70.92 报24538.06 标普500指数上涨13.58 报2691.25 纳指是上涨了77.31 报7257.87 那您觉得这个两极化的盘 为什么道琼斯若 哦 那就是因为进口的钢履要加税 那为什么纳斯达克又不怕利息上涨 反而又上涨了呢 建议您的看法如何 纳斯达克指出 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呢 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 一个结构当中吧 因为我们知道两周之前的话呢 市场呢 出现了这个异常的下跌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 投资者的话呢 都在关注着这个市场 能不能进行一个 二日探比的一个动作 那么像本周的话 标普来讲的话呢 我们周五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关注的一个 关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 是2645点 那么这个点位一旦破了的话呢 就非常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二日探比 都会往这个前两周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大概是 大概是两千五百点的这个方向上去寻求这个支撑 其实这个点位 如果这个节奏出现的话 也是也是蛮可怕的 那么所以说在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呢 市场能出现一个涨跌弧线 我觉得这是对于多方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直大的 虽然的话呢 道指的没有收在平安线的上方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大指数呢 整体上都是呈现出 低开高走的运行节奏 那么这个低开高走的话呢 其实暗示着这个买盘呢 还是在积极的 比较积极的介入这个市场 那么纳尔达克指数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的涨跌 它的这个今天上涨的话呢 我觉得从节奏上来讲 它整体上应该是在一个区间内 进行一个横向上的一个波动 它最高的话呢 也应该是在整体的这个高点附近 大概是7,435点 那么这个低档位 最低的话呢 也就可以看到这个提前点 后来这两个点位中间的话呢 进行了一个来回来的一个震盪 那么当从这个转件上来讲的话呢 周五的话能出现这种买盘介入的 这种盘式的话 大多数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投资者 还是愿意这个持股 做这个周末的 对所以说呢 从这个操作的心态上来讲的话呢 现在市场来讲的话 应该是这个转件上还是 像上去操作 看多的 好 那这个礼拜的总成绩在三大指数来讲 道指是下跌最多的 下跌总共772点 跌幅是3.1% 标普500是排名中间 本周下跌2% 那指是下跌1.1% 这个盘呢 进入了2月 还有3月初 好像都表现的不是太好 尤其达在昨天呢 就已经说 哇 今年3月的第一天的下跌 已经是破了2016年1月以来的 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天下幅的 这个下跌的幅度是最高的 那当然这个也不足让大家太为惊悚 那因为到底市场已经涨了这么多 但是基本面似乎是 环境真的有一些改变 比如特朗普 他对于进口钢铝的这个加重税 还有鲍威尔他扬言在本年中要升息 imply 14次 很aggressive的人说要imply要上调五次 但是这个不管您是old economy 或者是new economy的股票 都是公司经不起高的负债 然后要负担比较重啊 那这个对于长期来讲 环境对股票并没有好处是不是 可以OK 那么美人储的这个加期的这个跌益的话呢 它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通货膨胀 那么早期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话呢 对于市场来讲的话 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这个利多的作用 因为那这个 就是说在这个货币点子的过程当中 那么公司的话呢 它的市值呢也应该呈现出一个相应的一个 随着这个美金点值 然后呢会出现一个相应的一个 事实上的一个 一个膨胀 那么对于整 但是呢 通货膨胀的初期的话呢 这个有利于市场 然后中期或后期的话呢 由于这个要抑制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 所以说呢就会这个加期的话 会对市场来讲 对公司的一些接待成本 对市场来讲的话呢 会有一些这个 会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 但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倾向于这个 正面的作用呢 还是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呢 这个通货膨胀 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话呢 它的出现的话 那么只能是通过这个加期的方式呢 来这个抑制 那么当然这个 因为我看了一些这个市场的 一个一些报道 那么也就是说 为什么在前段话 市场出现 加期的远动的时候 在市场的美股市场的话呢 还会 还会 上涨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看到就是说利率的话呢 时间期国贷利率 时间期国贷利率的话呢 应该是大概是在 30.5%的这个 这个这个点位的话 所以对市场来讲的话呢 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点位 那么那天来讲的话呢 好像还2.7% 2.0%吧 所以说那向上的话 还有一些这个上涨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呢 我也觉得在这个上涨空间的这个基础上 市场呢 还会有一个 将来的一个整理 或者是一个增长 这样的 嗯 好的 那现在对于波动性 大家已经没有complain了 去年大家最大的抱怨就是 市场完全没有波动性 很难做day trade 但是呢 历史上是证明到 去年的股票是上涨 并且上涨的非常多 现在大家期待的volatility 又回来了 可是做day trade的人 还是再度complain 哇 波动性太大 很难做呀 有的时候是开高走低 有的时候一个 一个trading day 里面上下三温暖 也很难到抓到 那有的人说现在是做齐全最好的时候 做spread的也是最安全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risk 自己的这个风险是完全可以expected 那这种说法对于这 那像您的这种判断还有做法来说 您有什么心得 那通过近期的这一些盘式的操作和这个对盘式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呢 我认为对于个股来讲的话呢 大家所感触到的这个很难操作 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 因为我看到的一些个股呢 它是出现一些假摔 那么也就是说前一天的话呢 它是一个收不低的过程 而且呢收在意内地毫无反弹 第二天的话呢 因为某一种原因 某个原因或者是这个市场的原因 就会出现一个节奏上的一个逆转 我跟我的这个学员呢 在这个盘中分析这个个股的时候呢 时常的经常的在尤其在本周 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个股今天出现了一个假摔 明天的话呢 就出现了一个节奏上的逆转往上去走了 那这也就定一追就可以了 那经常说一说呢 对于个股来讲的话呢 目前来讲不同时期的市场 我们要用不同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操作策略的话呢 它都是完美 它都是有它的一个一个一个墨点 嗯 是这样的 好的好的 我们马上就要进中场休息了 那所以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我们请J来替您自己的怎么样跟您联络 您的微信号 还有个人的微信号 都跟我们矽谷湾区的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 我个人的微信呢 是J等001 J A Y G E N G 001 那么这个绿湾财富的这个封重号呢 是大家可以搜3bwm2020 绿湾财富就可以找到我了 就可以也可以看盘后我所写的一些盘后的一些文章 发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资讯 好的 谢谢J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现在进段广告 然后回来呢 就直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 今天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 好的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并且欢迎您的call in 650-968-2000 您想了解春季如何养生吗 您想学中医吗 福特中医大学3月10号下午2点到4点 春季养生讲座及真酒 食聊专业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参加 报名电话短讯微信650-918-9968 650-918-9968 病情判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GMCC万通贷款 Direct Lender 专精大额贷款 EAD H1信用不满两年 都可以做大额贷款 首付只需10% 8家分公司 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GMCCLoan.com 查询利率 GMCC承证贷款经济 每周提供专业培训 及一对一辅导 招聘经济 及培训热线 650-996-1982 996-1982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Equal Lender BRE Number 跟150-9029 NMLS Number 254895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食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胎五角做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 在在节目之后 都可以在svcmedia.net 可以重复的收听 同时电视节目娱乐漫谈 也可以在KTSF的网站上面 重复收看 或者是上我的官方网址svcmedia 重复收听 重复收看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Jay耿 我们今天呢 回答第一个 Jay耿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吗 可以可以 好的 第一个这个问到的 他是一个business management service 他的代号是 他的代号是像banking 啊 BKNG 他是booking holdings company 我一看 不看 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他的股票的价格是2033块7毛9 我真是孤陋寡文啊 请来评论一下 这个跳空上涨3天以前 那他呢 他的短期走势如何 嗯 短线上的话呢 这档股票是走出的一个突破的一个节奏 嗯 支撑 嗯 支撑的话呢 在2000 在2000元 然后呢 整体上可以继续观众向上的推动吧 嗯 走的还是不错 右侧股的一个节奏 右侧股就是表示要上涨 哈哈哈 上涨是不是 嗯 他 对 从中心路上来看的话呢 这边是 嗯 去年的8月的那个高点 是要准备去突破的 防疫可以揭露了 好 目标的话 你放在 大概是2000 2000 2000 20004左右吧 嗯 好 那这要辛苦你把这个嘴巴和电话筒 要靠得稍微近一些 好下面一个是VMware 代号就是VMW 今天是116块3毛4 下跌比较多 有一个小跳空下跌 下跌幅度是6% 嗯 好的 VMW的话呢 这档股票今天的内在节奏呢 是一个低开高走 本线上是处于超慢的节奏当中 那么在接下来的行动当中呢 这档股票还是倾向于 以震荡为主 那主力的话呢 在121.85 支撑的话呢 就可以关注 200斤均线 这一件图上的112.65的这个 这个点位 会在这个 这两个点之间 来回到一个 进行一段时间的修正 嗯 好下面一个是 US Steel 钢铁股 代号是 X 今天是45块3毛9 也下跌了1.35% 好的 X的话呢 在今天的这个行情收盘当中的话呢 还是重新出一个突破的一个节奏 突破点位呢 是74.8 重低可以继续列入 呃 然后呢 目标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放在60元 OK 放到60块钱 下面是NVIDIA 热门股 今天是236块5毛4 是 好 NVIDIA的话呢 今天也是低胎高走 嗯 周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调整 还是处于这个调整的这个现象 还是比较明显的 逢低呢 可以逢低 逢低介入吧 然后呢 阻力的话呢 我们暂时放在248 然后呢 支撑的话呢 我们稍微的保守一下 还是放在今天的开盘点 228.5附近 好 我们来话锋一转 先来问问J 您最近是介入哪一些股票 您的眼光是盯在哪一些股票 我觉得您注意的股票 跟我们矽谷湾区朋友问的股票 都不大一样 可以说是大不一样 那您关注的是哪一类 哪一些 什么价位的股票呢 嗯 好的 什么价位的股票都有 嗯 那么有一只股票的话呢 在近期的 这个交易当中的话呢 嗯 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这张股票的代码呢 是WATT 嗯 WAT 就是WAT是吧 WATT 两个 OK 所以是22块2毛5 OK 这个结构是低太高走的 嗯 然后呢 在这个之前这个市场 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张股票 我们也是关注了 关注了很长时间 嗯 而且呢也是带着学员进场去操作了 嗯 然后呢我们也初步的到达了我们所预计的一个点位吧 因为我们最开始揭露的时候呢 嗯 是在这个 15元 嗯 16元 17元 左右 嗯 开始进仓的 对对对对 OK 然后呢现在来讲这张股票走势还是不错的 对 所以说呢有空间 所以说呢你今天问到了 我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呀鸭香宝啊 来给我们矽谷湾区投资朋友做一个元宵节的大献礼 请加入J梗的微信号是J梗001JYGENG001 好下面一个问到的股票是Overstock O-S-T-K 这个股票呢因为跟Blockchain还有Bitcoin有关 所以今天上涨了4.85% 60块5毛5是今天的价位适合介入吗 好了从周星图上来讲的话呢 这张股票还是处于右侧股的节奏当中 操作方向呢 应该是向上的 逢低可以继续的介入 然后呢支撑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激进一点 放在57.5 然后呢目标的 短线上的目标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能不能回到这个70到73这个区间 嗯好O-S-T-K 接着要看到的朋友问的问题是 阿里巴巴BABA 连续12345 五个交易日下跌 嗯好今天是179块7毛6 What happened to Alibaba? 阿里巴巴巴的话呢 从周线图上来看的话 近期的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周线图上 这个阴线实体还是出现的次数还是蛮多的 而且呢这个阴线实体的这个大小的话呢 也是也是不小 那么从整个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运行节奏上来讲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横向波动的 也就是说之前的一个向上推动的一个行情 可能暂时的就先告一段路了 那么操作用操作的话呢 可以采取一些这个低吸高抛的这种方式呢 来进行一个个股的介入 支撑点的话呢 173 主力的话呢在185 好 现在问一个略为大方向的问题 现在的市场是逢高卖出还是逢低买入 好的 那么 现在来讲的话呢 对于市场来讲 我认为还是可以逢低买入的 对于个股来讲的话呢 尽量不要去追高 然后呢在这个 因为在近期的这个行情当中呢 一些个股都出现了一些节奏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 刚才所提到了 有一些这个洗盘的这种意思 那么从这个月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上个月 从整个月的一个波动幅度来讲非常的大 但收盘的时候呢 还是收得不错的 那么本月的话呢 三月份 刚刚算今天的话 我们还是有两个交易日 刚刚开局 所以说呢 我觉得短线上稍微的震荡一下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个震荡的话呢 我的这个底线呢 是放在这个标普2645点这个位置上 2645 2645 嗯 只要不低后这个点位的话 我们这个仍然是处于多方控盘 好 可以这个继续的这个介入的 好 Microsoft的您怎么看 93块05 MSFT 嗯 好 这张股票的话呢 从 总体上来讲的话呢 还是六色股的一个运动节奏 但是它已经形成了双顶不是吗 双顶的话呢 双顶的话 其实它要跌到87 才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双顶 嗯嗯 同意 对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 它只要不跌过92的话 仍然是可以往96去的 或者是往新高上去挑战的 嗯嗯 大家呢可以关注这个92 92块Microsoft 接着是Apple AAPL 176块2毛1 好的 呃 苹果的话呢 可以继续看新高了 呃 然后呢今天是低胎高走 转线上还要正常拉升 呃 那么在下这个行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新高的出现吧 关注180 80.5的这个突破吧 嗯 好 那么Google的图表 是不是比刚才说的Microsoft 以及Apple 都弱一点 GOOG 今天1078块92 虽然今天上涨0.88% 嗯 谷歌的关键点呢 是在1054点 啊 1054 只要不跌过这个点位的话呢 仍然是 嗯 可以向上去操作 短线上的话呢 的确是比这个 它没有苹果好 嗯 略比Microsoft的话呢 稍微的 这个走速稍微弱了一点 嗯 但是整理上来讲的话呢 对于一些权重物来讲的话 在市场最关键的时候呢 它能成 只要它能呈现出一个 横向整理的一个 波动的话 那么从这个节奏上的一些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相错的话 我觉得 对于某种 某种方面可以对市场呢 起到一定的这个 这个 轻盘的作用 然后呢 好 那市场去走的话 一旦明了的话 这些 原稠股的话 还会向上继续的发力的 但是市场往上去走的 下面一个是京东 代号是JD 今天收盘价格是43块8 下跌比较多 5.22% 那么这种 要怎么样注意它 或者是怎么样分析它的短期 好的 京东如果要揭露的话呢 止损的话 就放在41元 然后呢 冯迪可以揭露 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反弹节奏的出现的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 呃 反弹是往 46.05这个方向上去走的 那么从成体的 从路线头上的这个军线 呃 中期军线布局上来看 仍然是呈现出桌头的这个排列 嗯 其实今天的话呢 这个 今天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路场的结构吧 那么短线上来讲的话呢 嗯 嗯 它还是属于右车股 这个方向可以揭露的 还是不错的 好 那这 您有没有觉得我们矽谷湾区的投资朋友 所关注的股票跟洛杉矶 是不是基本有一些不同啊 还是有不同 因为那 呃 矽谷那边的朋友的话呢 他们主要 有有一些人的话 他们是呃 呃 在一些这个上市公司 科技公司里去工作 所以说呢 他们比较关注一下自己公司的一些股票 或者是跟自己的这个行业 比较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一些 一些表现吧 嗯 对 然后呢我们洛杉矶这个的话呢 我们呃 也看了 有的也有的人也是喜欢这个苹果的 嗯 嗯 好 接着我们今天节目中间最后要提出来问题的是 snap chat 代号就是snap 今天是18块01 请评论他的短期走势 好的 snap chat的话呢 总体继续盼涨 来我们这个目标的话呢 挑战这个20 可以挑战20亿元 蒙滴呢 可以继续的介入 17.5是介入点 嗯 那转型目标呢 您看这个 那之前的业绩的那个高点吧 大概21左右吧 哦 OK 好 那你不介意他有个跳空上涨 那个空 14到17之间 有可能会补平吗 目前看的话呢 应该是补 应该是补不了了 嗯 嗯 好明白你的意思 好 我们再度介绍一下J 他的微信号是 J耿001 J A Y G E N G 001 好 请大家加J耿的微信号 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讯息 J 谢谢你 祝你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谢谢大家 如果说 还要联合一下 我们会认识 我会认识 你最多的讯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会订阅 我会认识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